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不同的人來為台灣這塊土地努力打拼 那賴片小我也認識很久了 其實在工作上他是個非常敬業的藝人 那麼他也非常充實自己 我覺得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如果我齁就把台灣最少我方做得好就好 很適合因為你是台灣最資深的美魔女這樣 你自己有意願嗎 選副總統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不同的人來為台灣這塊土地努力打拼 賴片小我也認識很久了 其實在工作上他是個非常敬業的藝人 那麼他也非常充實自己 我覺得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如果我齁就把台灣最少我方做得好就好 這個我要回答的剛剛美鳳姐都講了 我其實是一位晚輩 所以我其實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 對 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對 我覺得反正這塊土地呢 大家呢 都要去愛護他嘛 然後 台灣最漂亮的就是你們準備啊 台灣還有最漂亮的是歐巴桑啊 還有台灣的兵器部 菜瓜部 王彩華 那我覺得呢 大家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都支持 好不好 那就是有網友推就是美鳳姐出來 真的假的 喔 美鳳姐是不理要適合啦 因為美鳳姐的愛心喔 在我們演藝圈 他對晚輩非常的提拔 然後再來對前輩 你看我們有些資深的藝人 他也非常的尊重 而且呢 給他們很多的舞台 跟晚輩 給他們很多的機會 我覺得美鳳姐在我們演藝圈來講 是一定棒的 非常棒的一位大姐 所以跟她在一起呢 就會很開心 就像一個媽媽 或者是一個長者 一個非常好的大姐姐 在身邊提拔我們 照顧我們 所以呢 跟她在一起是非常的窩心的 是很暖的 對 所以網友的這個建議也是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這個自由的地方 大家都有那個可以說話的權利嘛 這OK的 對 那要看本尊啦 有贏嗎 要看她有名 她很不贏的 她很不贏的 我就把公益做好就好了 對 公益做好 這個愛呢 把它這個散播出去 然後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的愛呢 要讓它發亮發光嘛 完成下去 對 這個是最重要 現在我們目前要做的是這件事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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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